听 听天赋给职场人的叮咛 职场之一流 职场灵修 丰富的影响力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如此说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是的 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九节的经文 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 一个妇女来到雅各井边想要打水 但是她却领受了圣灵的活水 遇到耶稣之后 她把水罐留在井边奔回叙迦城里 告诉她的临舍们关于耶稣的事情 她的热切和真诚使得许多人放下手头的事物 走向雅各井 等这些人也遇见耶稣并听了她的教导 他们便请她留下来 再教导他们两天 许多人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女的见证 而信了耶稣 但更多的人是因为耶稣自己的话 而信了她 叙迦城经历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属灵复兴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永远不要低估神 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 赐给我们的丰富的影响力 就像这撒玛利亚妇人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个无名小卒 没人关系你的生死去留 无非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角落 每天重复这一成不变的永长事物 可能你不觉得自己有资格 去跟老板同事客户和供应商 分享福音 如果你这么想 那么请记住 神不仅差遣了牧师和宣教士 去传和平的福音 他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信徒 都成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 他赐给我们永生 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 又将他的话语给了我们 这些就是使我们拥有 属天影响力所需要的全部了 当我们忠心地 满怀热忱地去分享自己的见证 指引他人归向基督 让人们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和教导 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就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属灵复兴 那样的复兴曾在叙迦发生 也可以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发生 让我们记住 耶稣不是出生在名圣赫赫的耶路撒冷 而是出生在一个叫做伯利恒的小地方 让我们在基督里扎根 在神栽种我们的地方开花结果 主有奇妙的方式 能将平凡的开始 转变为巨大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 你认为为什么主耶稣 要选择透过那位撒玛利亚女子 为叙迦城带来属灵复兴呢 第二 对比自己和那位撒玛利亚女子 你认为有哪些一同之处 第三 你觉得自己对他人有影响力吗 为什么呢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如果你 不 没有 你